Xbox在今天凌晨举行了一年一度的大兴展会 公布了不少游戏的新情报 那废话不多说 赶紧来看看都有哪些内容吧 首先Xbox宣布将推出1TB硬盘版本的Xbox Series S 黑色新机型 售价349美元 将于9月1日上市 预估现已开启 感觉有点贵了 神鬼语言4是由Playground Games制作的系列第四部正统剧作 本次放出了最新的宣传片 展示了巨人国敌人和英雄概念 游戏首日加入XGP 发售日待定 赛博朋2077资料片《网日之影》 放出了正式预告并已开放预购 Steam售价149元 PSN港幅售价238港币 《网日之影》是赛博朋2077的 全新叠战悬疑风格资料片 除此之外DLC也对本体进行了一些完善和重做 就是这本来就该重做的东西 放到DLC里就很... 地狱之有2塞纳的史诗 按照惯例又公布了今年的宣传片 其实由忍者理论制作的动作冒险游戏 游戏将于2024年登陆PC和XBOX平台 首日加入XGP 卡普共公布全新IP 《奇女神之路》 主打日式和风万花筒 诡异猎猎奇风格 发售日带丁 首日加入XGP NATUS为我们带来了女神U153 Reload的最新宣传片 将于2024年早期发售 登陆XBOX Windows平台 首发加入XGP 极限竞速正传 极限竞速8放出了最新实际演示 游戏将于10月10日发售 登陆PC、XBOX Series XS和XBOX ONE平台 首发加入XGP DNZ射击游戏收获日三 公布了最新的宣传视频 游戏将于今年9月21日发售 首发加入XGP 由玉璃Massive工作室开发的新战游戏 《新战亡命之徒》正式公布 本作将于2024年正式发售 根据玉璃官方的描述 本作将是有史以来首部开放世界的星球大战游戏 如龙八《无尽财富》正式放出了先导片 并公布了后缀名 游戏将以春日一番和同身一码作为主角 于2024年发售登陆XBOX PS4和PC平台 由黑钥匙开发的DNZ魔法RPG游戏宣示 公布了实际宣传片 宣布本作将于2024年正式发售 登陆XBOX Series XS以及Steam平台 首发加入XGP Artsus新IP暗于幻想 正式公布宣传片预告 由女神异为路的老将携手打造 游戏将于2024年发售 城市停尼线公布了首个玩法预告片 介绍了主要特色 游戏将于2023年10月24日发售 城市停尼线2在Steam XBOX Series XS和PS5等平台都开启了预购 建议零售价218元 不过首发加入XGP 微软模拟飞行2024公布了首支宣传片 主打一个救援行动 游戏将在2024年推出首发加入XGP 同时还会联动沙丘的扑翼机 Artsus还有我们带来了P5T的最新宣传片 游戏将于10月17日发售 首发加入XGP G-Scent是一款攀岩冒险游戏 公布了最新的宣传片 游戏将于2023年秋季发售 首发加入XGP 新特宝传说是一款漫画风格的动作冒险游戏 游戏将于2024年发售 首发加入XGP 33神公布了最新的宣传预告 一款支持333人联系的Rogelite游戏 将于2024年发售 首发加入XGP 发条革命是一款时间弯曲的 蒸汽朋克地人称角色扮演游戏 首发加入XGP 发售日在地 《午夜以南》是一款全新的动作冒险游戏 公布了最新的宣传片 首发加入XGP 登陆Xbox Series XS 以及Steam平台 《依旧唤醒深渊》是一款低人称 叙事恐怖游戏 已将扮演一名 并离岸的石油钻井工人 必须穿越邪恶的风暴 危机四伏的环境 以及黑暗冰冷的北海水域 为自己的生命而展 游戏将于2024年早些时间推出 首发加入XGP 画面上是本次发布会的全部游戏 以及首日加入XGP的游戏阵容 大家可以暂停查看一下 以上就是XBOX本次发布会的主要内容了 还有一期已经推出许久的服务型游戏 在这里也就不多说了 那如果还想了解更多游戏 节目事件的整理与分析 记得关注游戏指南针 我是GAT强 我们下期再见